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马内来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中所建交五年来 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成为发展中国家难难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主席 江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 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中方愿同所方一道努力 进一步充实中所新时代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 中方支持所人民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所方继续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 中方愿同所方更多分享发展经验 加强基础设施 农村发展 信息通信等领域合作 帮助所方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中方愿意进口所方更多优质农食产品 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附所投资兴业 双方要加强教育 卫生 文体 青年 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 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 夯持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 李强强调 中方将继续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的原则 推动同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马内来表示 索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高度赞赏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的重要贡献 索方愿同中方深化经贸 人文等领域合作 推动所中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 经贸 数字经济等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来 7月11号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